明天过后的民进党到底会怎么样 本来是在4月18号要公布 等一下有一位中职委会来到我们的现场 现在看起来在揭晓之前的民调 包括民调之前的证件发表会 本来是在13号跟14号要进行 对 没错 民调15号要进行 所以现在的党中央包括五人小组 到底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觉得明天过后民进党会呈现什么样的 明天的中职会基本上 赖清德今天讲了两次 说如果明天中职初选或是延后初选 对党的伤害会很大 他今天记者会特别讲了两次 一次是自己讲 一次是记者问的时候他又讲了一次 他没有讲说我会反对 或是我会强力反弹 但是这个话其实非常清楚 就我并不同意中职初选或是延后初选 那所以明天的中职会 基本上因为赖清德今天这个记者会 开完之后明天中职会 大概没什么讨论的空间了啦 因为赖清德已经表明告诉你 我不同意啊 他已经告诉你我不同意啦 但是蔡英文总统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喔 他认为对于整个国政国家的政局 这不是一个党的事情 是一个国家的大事 所以他希望现在的选务单位 身为民将中央党部 你不要认为你只是一个选务机构 是不是赋予在更多的想法 空间跟谈性 所以小军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探讨 如果你要延后初选 我不管你延一个月或两个月 当然看起来宗旨初选是不太可能的 延后初选 那延后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明天38位中职委 要发挥集体政治智慧的很关键时刻 你延后的目的是什么 你延后的目的是希望 希望最后不要走到民调 假设第一个目的是 希望最后不要走到民调 第二个目的 延后的目的是 希望给蔡英文多一点时间 让他民调可以超越赖清德 这是两个目的 我觉得这两个目的不管是哪一个 第一个你拿出来无法说服社会大众 第二个对民进党更伤 因为你 其实民进党现在最高的指导原则是 希望不要进到初选民调 但是目前看起来 以赖清德到目前为止的态度 看起来这个可能性非常低 几乎等于零 可能比百万分之一还低了 那既然这个目的无法达成 那你何须延后 延后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能说服大家 你要能够说服大家说 我这样延后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如果没有办法 达到你要的目的的时候 那我是觉得 长痛不如短痛 因为反正结论都是伤 现在就是小伤大伤 这样的差别 那长痛不如短痛 因为其实赖清德的话今天讲很清楚 就会对民进党造成伤害 表示说我反对延后 那隐姓的用词是 如果延后我可能会不太高兴 那就是伤嘛 就是伤了嘛 他认为是重伤民进党 对那重伤民进党的情况之下 民进党明年本来总统跟立委选举的大环境 本来就相对不利 那如果再这样伤下去 不要忘了明年不是只有选总统 明年还有选立委 在座有三位立委 他们每个人 大家都战战兢兢的在想说 我明年能不能连任 那如果你民进党再伤下去 再分裂下去 其实那个分裂不是韬狼在分裂 头人到选总统这个阶级的韬狼 其实台面上大家都会非常有风度 我也相信他们彼此之间 也没什么深仇大恨 但是问题是 我昨天才跟献宏在打架 因为各卫习组两个人在打架 打完之后 第二天我们的老板说 我们和解 然后我们两个就没关系了吗 这违反人性了小军 为什么要打架 因为我们支持的人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你们就好好论述 你们支持人的扣子 那我是权利 你支持的人 你好好论述他的优点 你支持的人 你好好论述他的长板 为什么一定要打架 不是每一位热衷政治人 都如此的理性 要不然你可以到两边的 这段期间其实很多的放话 我也收到来历不明的简讯 传了一篇文章的连结 是孙庆瑜痛骂蔡英文的文章 那个简讯是谁发的 因为他是简讯 他不是LINE 那表示说他有我的电话号码 他才能把简讯发给我 那这个简讯是谁发的 我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查证 找不到答案 那是公发 对那是一个系统发的 他用简讯 他买简讯系统公发 但是庭非谁买的 我这两天我一直在查证 我查不到 那你说像今天比如说今天北社张业生 用一个假消息在骂蔡英文说像炒着要糖果吃的小孩 张业生是表态支持赖清德这个我都尊重 可是类似这样的这种放话 私下的或公开放话 你觉得民进党里面支持蔡英文的人 他们会觉得很服气吗 他们会觉得说 你敢不可以这样子 敢有需要这样子 我跟你讲 大家下去之后都会有气 同意 都会有气 那这个气你将来要怎么去团结 这个才是最困难的 是 我怎么看现在的情势发展 我延续刚刚所讲的 如果延长的话 伤害会非常大 2016年的时候民进党大胜 结果到了2011年底的时候 其实很多县市长就已经在布局了 在2017年的时候 一路打到2008 2018年的中间 初选结果才出来 这长达将近两年到一年半的县市长初选 历历在目 刚刚讲的非常好 很多时候有一些黑函 你不知道谁放了 心里有疙瘩 然后另一方面 你所支持的一个候选人 你跟他相处越久 你支持他越久 就让自己养的小孩 自己养的宠物 陪伴你的物品 你的感情就越深 这个时候如果他输了 你要支持另外一边 就是越南割舍 所以我诚挚的建议 不要延后初选 按线照程序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说 现在最大局的问题是什么 是韩国瑜啊 上个礼拜的时候 韩国瑜去到的夜店 哇 那些高雄年轻人 每个都欢声鼓舞 像看到那个偶像将领一样 你可以去觉得说 去夜店的人不务正面还什么 可是你不要想到一件事情 那些每一个年轻人都满18岁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票 那些票都是投给韩国瑜的 你怎么去说服他 大甲正南宫 这么多政治人物去的时候 都像摩西分红海一样 大家都闪开 只有韩国瑜去所有人都像是鲨鱼 看到肉一样冗上去 那个热络 韩国瑜那个人气 所以我必须要再度重申一下 为什么要有党类竞争 为什么要有初选 竞争的目的是让彼此变强 我们两个人去比拳击 我耐力比较好 你技术比较好 我们互相在竞争当中 把自己技术的弱版补起来 我们现在很明显看到弱版是什么 赖金德的弱版是 他网路声势不行 你会发现在网路上面 比较有多人追踪 比较多的看的意见影秀 几乎都是挺蔡英文的 这么多年轻人都挺蔡英文的 网路公司上蔡英文已经获胜 可是蔡英文也有他的短版 我看了今天这两场 这个初选记者会 我发现一件事 因为主办单位 他弄成了一个逐字稿 蔡英文用了两张A4的字数 去陈述他的概念 赖金德他只讲了这样的一段 这一段里面 至少就回应了蔡英文四个点 他说回应团结的时候 他说他输了会支持赖 希望蔡苏的时候 他也会支持赖金德 第二个他回应宪政危机的时候 他赢的初选是不会干涉 苏贞昌跟蔡英文的职权 所以不会有宪政危机的问题 第三个他说2008 2012 有很多因素 所以说并不是初选一定就会败 然后第四个他就说 参选不是否定过去 而是看未来国政的蓝图 所以回应说 不在于党内竞争来看未来 我要讲的重点不是说 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大家自己有新政 而是他用比较短的时间精练的话语 回应了蔡英文的这个攻击 所以在传统式的辩论或政见发表当中 赖金德是比较强的 但这不是表示 现在谁要支持谁 而是我要重申的是说 并这个初选意义就是说 彼此有些弱点都看见了 赖金德看见他自己的弱点 蔡英文也看见他的弱点 趁这个机会把弱点尽力的补起来 让大家看到你的诚意 政见发表会的时候 就算蔡英文口才还是没有比赖金德好 只要他有进步 让人觉得他不一样 他支持度就会飙高 赖金德现在要去接触年轻人 这样晚上要接触去馆长 是不是有效果不知道 至少他有去做尝试 希望透过竞争 大家可以变得更强 因为韩国瑜 他网路又强 实体也强 辩论也强 他有他的综合性的能力 这个是我们希望透过初选 能够选出最强的一个候选生 的确就在我们节目的播出同时 已经有两项活动已经是进行了 一个是蔡英文总统 与美国华府智库 这次战略级国际研究中心 CSIS跟布鲁金斯研究院 跟威尔逊国际学人中心的邀请 就在今天晚上的8点55分 在总统府连线CSIS 给美国重要的包括政学界人士 进行视讯 这个视讯的实况里头 当然同步在总统府的全球资讯网 跟这个YouTube进行直播 这是一个主要的会议 由美国的前副国务卿 阿米塔吉担任引言人 CSIS的亚洲事务资深的副会长 包括了日本讲座的主持人 葛林担任主持人 蔡总统向与会的发表 专题演说里头也接受提问 好 这是这次视讯会议 是蔡总统第一次在总统府 以视讯会议的方式 给美国重要的意见领袖 来进行研讨 那同样 几乎同样一个时间 在今天晚上八点钟 在更稍早之前的两个小时 赖清德前院长 他是在跟网红馆长陈志涵直播 那赖院长认为 他有观察到馆长相当有正义感 相当有爱心 常做公益 希望借由上馆长的节目 大家可以做朋友 分享彼此的经验 也让更多人可以知道 他参与参选总统的想法 争取大家的支持 好 这是在分别在今天晚上 其实 我请教师瑞隆 等于三百三在今天这暗时 在过去这段时间 强调君子之争 正面的迅速能够多一点 让更多人了解 不管是蔡英文总统 是不是真的改变了 让更多人去知道 赖清德院长的理念跟想法 希望在这场初选当中 可以顺利去进行 三百三 我看从白天到晚上 几乎都全面已经开打 好 民主的政治公平公正公开 其实蛮好的 但是现在各界所忧心的是 恐怕即将初选走到底之后 真的是走向所谓的必败跟分裂吗 还是说目前为止 你看得到有这种所谓团结的曙光 还是分裂的炸弹 已经全面引爆 来 瑞隆怎么看 昨天见面之后 两位见面之后 那今天分别召开了记者会 那其实大家有焦虑 焦虑是在于说担心现在场面 似乎看来有点越来越僵 那我们还是必须强调 基层最大的忧虑是来自于 2020年的这个大选 他是台湾的总统的大选 跟立委的大选 那韩国瑜从去年 他当选的市长之后 今年因为习近平讲了 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之后 韩国瑜也进到了这个中联办 等于是认同了 默认了这个一国两制 而现在韩国瑜又是 国民党声势最高的人 所以很有可能 包括现在他也前往美国 在参访当中 所以看来他有可能是成为 这国民党的一个候选人 那如果在明年的 这个2020年1月的大选的时候 如果是韩国瑜来胜选 然后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的席次 多过于民进党的话 那会再跟全世界 包括跟中国传递出 什么样的讯息呢 是不是认同了一国两制 这样的方向的前进 所以我想这是所有的台湾人民 最感到忧虑的地方 所以不管是蔡英文总统 或者是赖信任院长 他们两位都相当有使命感 也有责任感 可是也真的请他们两位 都必须要再静下来 再好好的深思一下 两位都是国家重要资产 但是在这个这么关键 台湾这么关键的时刻的时候 在明年一月这么关键的时刻的时候 如果民党内的初选 而造成了内部的一些分裂或伤痕的话 这个恐怕会对于整个台湾 会付出相当庞大的代价 那我比较讲初选的过程 其实从去年雪玲玲的一个例子 高雄市长 韩国瑜能够当选 当然有很多很多复杂因素 不管是外界的介入 但其中有一个点也是在于 高雄市长的初选 其实打了长达两年的时间 其实后来不管是几位市长候选 后来也都团结一致的时候 可是下面的人就我们所了解 很多伤痕其实是受损的 甚至于因为这样而 这个产生了他在投票上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 很血淋淋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事情 不能够在接下来这个 2020年的总统大选发生 一旦总统如果失守 那国会议员也失守的时候 那对台湾这份付出很重大的一个代价 那另外我觉得最近 当然大家就讨论很多的一些 程序上的一些因素 可是我觉得党主席跟党中央 也有这个责任感 必须要想办法去找到一个方法 去跟两位去找到一个方法来解决 就一定要去想到一个胜选的方法 因为这是牵扯到台湾未来的一个发展 那这样的胜选方法 也必须要跟两位充分的去沟通 还有什么方法 得到他们的支持 蔡总统今天讲说 他对这样初选的定义跟理解 第一个就是谁退 他昨天也跟现场先到的 三个五人小组的卓榮泰主席 包括陈群秘书长 包括还有大党编柯建民讲 他说在他理解里头就是谁退 要么就是合作 那很显然合作那就有意思了 如果协调可以合作的话 不退嘛 两个都不退嘛 两个都很优秀嘛 那合作用什么方式合作 所以我觉得扁所提出来的 扁所提出来的就是说 赖蔡配或蔡赖配 全部都去做全民调 那第一名的当政的 然后第二名当副的 你觉得呢 这会不会是一个解套的方式 但是这个解套方式 今天已经遭到赖清德 院长否决了 他说任何的配 在出选的过程当中 都是没有意义的 出现之后再说 看得出来他的态度是坚决的 其实两位今天在记者会上都讲到 都有讲团结 都讲合作 他们都知道团结跟合作很重要 团结都不一定能赢了 那不团结一定输 所以我想两位都知道团结合作 但是实际方法上怎么来进行 我觉得两位都必须要静下来 再深思一下 为了台湾的未来 两位真的要深思 怎么样团结合作 那这个各种方法 其实都可以去思考的 我认为各种方法思考 因为我相信两位 他们现在所做出来很多的判断 或周边人的判断 都是来自于 他们现在做出来的民调 但这样的民调结果 跟最后的大选的结果 是不是一致呢 我认为这个必须要慎重来考量 那两位都是 国家栽培出来的重要人才 都是台湾栽培的重要人才 他们都有这个责任感 要去思考 怎么样去找到一个 真正团结 真正合作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有赖于两个的历史责任感 如果最后的整个最后的结果 是因为没有合作而 或者没有团结而造成了伤害的话 我想两位在他们的人身上 会留下非常大的遗憾 我们也不期待这样事情发生 因为台湾没有任何的机会再重来 如果这个明年的一月的大选 真的那么的 万一是由国民党 甚至韩国瑜来当选的话 让他们未来失去 自由民主的体制的机会 那恐怕这样的 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缺憾 就是一个初选大战略当中 是不是应该要着重于谁出现 可以压得过国民党的强暴 韩国瑜应该是这样子 来我们看到11点15分 蔡英文总统所召开的记者会 随即在三点钟 同样在脸书直播 也包括了赖清德 而四点钟党中央卓榮泰 在今天短短的几个小时 有三场非常关键性的记者会 这个地方我请教是姚老师 昨天的会面很显然 有见面但是没有交集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三个人见面 一个小时之后 包括了苏贞昌跟郑文菜 有继续加入了 换句话说 昨天首度避开了隔空交火之后 面对面 但是很显然没有任何的共识 可是五人小组 昨天通通都出现了 明天的情形到底会怎么演变 明天过后 我们现场有一位中职位 等一下庭妃有相关的问题 我们跟你请教 杨老师 我先从蔡英文总统 对这段谈话来看 她认为 我们要以团结为目标 寻求胜选的可能性 第三个 初选要对现在的执政的冲击 要降到最低 你看她对党中央 所抱持的期待是什么 党中央的期待里 她特别强调 初选的裂痕利利在目 过程伤害非常大 所以她昨天 跟赛场的三个人 特别提到问问我 我们要 这一局要问自己 要谁退 还是要合作 如果合作是选项 我们应该全党 请全力 走合作的方向 如果我们相信 合作才是胜选 最大的可能性 全党也应该 往这个方向来走 好 那她在最后 一半的时间 大概三分钟的时间 她特别 她说 她跟党中央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看她 她对于党中央角色 怎么谈呢 这一局里头 我特别要说几句 有关党中央的角色 带领党的团结胜选 这是一个执政党 应该挑起责任 党的角色 不只是办选务 不只是做裁判 它要站在执政党的高度 发挥领导的功能 以胜选为唯一考量 让国家稳定发展 保持任何的可能性跟弹性 让各方寻求解决方案 我也期待党可以把空间跟弹性 维持到最大 让各个方案可以拿来被讨论 重点是在过程当中 邻居党的共识跟团结 来 姚老师怎么看 向党中央喊话 向民进党的中职会 也传达出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讨论的空间吗 来 姚老师怎么看 不要因为人性的阴暗面 就放弃了程序正义的公平 千万不要因为个人的主观意识 而改变了民进党最荣耀的传统 初选 我认为公正的初选 是团结唯一的公式 一个不公正的初选 才会造成分裂 唯一达到团结目的的 必经途径 就是没有瑕疵的书选 如果有人说 2020胜选 是唯一的考量 我完全支持 可是请用事实跟科学 来说服我2020谁可以胜选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它要说服民进党的每个人 中职会 它也要说服社会大众 我退一万步来讲 如果有人认为蔡赖配是合作 是2020胜选的模式 那我就建议做两个民调 蔡赖配对赖清德 看蔡赖配赢 还是赖清德赢 就结束了 这个很简单 如果蔡赖配可以赢 那就蔡赖配 支持者会精神错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蔡赖配跟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不要蔡赖配 蔡赖英文要蔡赖配 那就一个蔡赖清德 一个蔡赖配 你看你要用科学来说服我 这个初选是能够胜选2020 还是要做互比 对啊都可以 甚至于蔡赖配跟赖赖配 做比较 做互比民调 太多可能性 可是我唯一的重点 就算以胜选2020 胜选为目的 为最高目标 中指挥必须要告诉我们 要用事实跟科学 说服我们 他做的决定 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 而不是口里说 我认为这样子会容易比较硬 这个不是 初选唯一的价值就在于 他有一个科学的根据 你就算改成党员初选 也有一个科学的根据 没有根据的都不能说服 那个是没有论述基础的 所以我刚才听了朗东的话以后 我忽然有个梦想或者叫幻想 叫善让政治 现任的善让 既然输了就善让 历史的高度就起了 现在数字不是说很接近吗 为什么会是输的 互比是输掉15% 我说蔡英文 对比是大概输掉5%左右 所以 所以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梦想 因为我觉得对蔡英文的高度 他如果善让 他的高度立刻三级掉 他个人的声望跟支持度 他满意度恐怕根本不是 因为他完全展现出 那个政治人物成功不必在我的 高度心胸 然后全心拼一年的执政 放手干 所有的理想 在这一年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最重要的 让民进党立刻直选 浴火重生 全党团结 大赢2020 这个岂不就是我的梦想吗 可是我知道难 既然难 各有各的想法 所以我开始讲 不要因为人性 而失去对程序正义的信心 我呼吁全部民进党 尤其是明天的中指委 中指委们 中常委们 要非常清楚知道 民进党整个国家 社会支撑民进党的基础 就是在于 他们这一点比国民党要好 这个支柱梁柱动摇了 对民进党绝对是一个很难用口语 用事件来挽回 这一点要把自己最大的优势展现出来 这是社会 对民进党跟赖金党一定点关系都没有 对民进党最基本的要求 也是最高的期待 好 张浩大哥你给我一分钟 我先问两个简单的问题 等一下 听门帮我们详终 听门我想请教 你身为中指尾对不对 你明天会不会有提案 不会 你不会有提案 那政国会会不会有提案 不会 OK 那如果别人提案 我们假设 因为现在就是基于整个空间跟任何弹性 那如果协调小组认为时间不够 我们看一下 假设要延长整个协调的时间 那换句话说 初选也可能会延长 延长协调时间 有可能初选不会延长 我只是把一些时间缩短而已 如果延长协调时间的话 身为中指尾 你会支持吗 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也不是压力 我反而觉得今天卓龙泰主席 干脆开记者会的时候宣布说 我们停止召开中指会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今天要开这样的记者会 你干脆说我停止召开中指会 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本身都没有接到任何讯息 然后就是不断的放话 到这几天 所有的人开始都说 你们中指会要决定什么决定什么 中指会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然后所有的从前几天说 要停止初选 到今天说的要延后初选 我必须跟我们所有的 这个观众朋友说 我有一个梦 我有什么梦 我也希望借着这一次 民进党初选 总统的初选 建立一个制度 建立什么制度 不是总统初选的制度 是所有县市首长的初选制度 也要一并建立 不再是因人而已 也不再是什么现任优先 因为大家都说 过去2014跟2018 那个现任优先 为什么当时候没有说违反民主机制 现在都到处 现任优先不是蔡英文说的 他今天才会特地来召开这个记者会说 为什么才这个协调会出来之后到处放话 他没有讲现任优先 然后大家就开始骂 然后那个刚刚我们年幻哥所说的 这个孙庆瑜的这一个评论 这几天全部都用简讯这样广传 的确我也收到 对 就是说 这个如果挺小鹰的 类似就挺小鹰的人 就是等于就是要伤害民进党 等于类似的语言 然后 其实我们必须说 我们要做的是 怎么让这一个初选进行下去 是没有任何伤害 把伤害减到最小 你说完全没有伤害 已经不可能 伤害减到最小 我必须再次跟大家提醒 大家都一直把它focus在说 初选 初选就是要把谁压掉 或是要什么配 现在这个已经不可能 因为已经有人说 他不接受了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蔡英文总统也说 他都接受协调小组 你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 因为你即使要初选 要初选也是要怎么进行的初选 初选中间有一个叫证件发表 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候 市长初选的时候 所有的候选人都要邀来 你要证件发表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候选人说 他拒绝辩论 他不要辩论 这个也是一个选项 你到底证件发表 你是要直接用证件 要不要有人询问 要不要是由电视台来举办 还是中央档部举办 那你是要几场 是两场吗 那你如果说依照现行的时间点 这样延续两天 那我们要怎么进行 到底进行的方式如何 你在这个协调小组 我们要了解协调小组 你现在怎么做啊 因为你如果在这个阶段做得不好 一定还让人聚 说你这个黑白做黑白说 连路政权 我们没办法了解说 到底赖清德可以做得好 还是蔡英文做得好 因为他是要透过政见 民调不就是全民调 是这个用意吗 好 这个政见到底怎么进行 再来第二个部分 就是初选要怎么进行 你全民调 你有所谓的互比跟对比 你要怎么进行 你到底是要互比 这个也是要大家约来啊 刚刚所讲 我今天也接到好多支持者的焦虑说 我跟你说啊 你就是怎么配 你就下去民调 也有说应该配 下去民调 或是今天姚老师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可是这个都不是我们说了算 是要两个候选人 能够接受同意 才可以在整个 我们的题目当中要放进去 今天不是这么简单 大家都把它想着说 很简单 随便问一问 像我们一般民调公司 现在所做的 不是耶 我们里面的题目 还要经过中职会通过 这个题目是因为 经过两个候选人同意 像我们市长候选就是啊 这个题目都同意 经过了中职会同意 这样进行 这样才是百分之一百的保证 而不是现在的民调 一般的民调公司所做的 他们随便怎么问都可以啊 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做的 可是你要做出 未来是要代表民进党 成为提名候选人的人 这个部分是知识体大 而且这还是台湾 第一次现任的总统 有被挑战 所以这个必须把它做得更完整 所以我刚刚所讲的这些问题 那你这些都是在中职会 已经要登场了 可是没有任何的讨论 是啊 是啊 没有讨论啊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 哇 怎么配啊 然后叫谁 不要选 错了 现在没有在讨论这一块 现在如果真的要进行初选 要进行初选 是要讨论这一块 这个才是重要啊 你的时间要怎么抓 然后怎么做 才能让所有的 不论是支持赖清德院长的 或是支持蔡英文总统的 都能够辛苦 我想这个论述是很公允的 不是说要偏颇谁 或者说谁的民调落后 而是说不管谁出现 这个过程里头 是不是更严谨一点 因为当初只想 这是一个只有一人参选的 一个选举办法 我相信民进党在这里头 也有一些检讨的空间 时间很短 因为他时间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不要因人设事嘛 当时就是说 可能因为就只有一个人参选 所以时间定的这么短 不到一个月 我们的市长初选 从公告到选举 我们先不要说前面啦 前面那个 因为大家事先暖身了 那不算 就是真正党中央公告到 真正初选 也有将近一两个月的时间 连谢市长都是这样子 你总统这个就是因人设事 就是说 我各派那些问问的 没了没了 要算了啦 就是出门总统一个 所以就这样 很快 我说真的 就是因为大家便宜行事 就是民进党常常因人设事 所以才会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真的有一个梦想 希望借着这一次 民进党总统初选 制定一个好的制度 未来不论是总统 还是县市首长 全部依照这一套下去做 未来就不用说 哇 什么人要很短 什么人要很长 都不用一套的制度 然后执政的就用对比 因为我们都是受伤过的嘛 今天国民党要用互表 他直接就来 今天我们当时我就说 我还一堆告诉耶 我现在还常常要上法庭 去告别人耶 就是因为当时 居然我们的初选 就人家大剌剌介入 就是用所谓他们的一个 国民党的影响力 来影响我们的初选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把一套制度做好 执政的要怎么样 在这种多元媒体 或是这种比较多的 社群的一个网络当中 怎么去处理好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 借个这个 做一个很好的改变 但是现在制度在走了 父子其女那怎么办呢 有人说 可不可以修得完整一点 可是有人说 你怎么可以中途 来变更这个游戏规则 来怎么解套呢 照顾 全同意 今天早上 总统所说的团结 合作 胜选 是全党上下 最重要的目标 跟共识 党中央 也会以此 作为我们 初选选务的 最高目标 也因此协调小组 在过去这段时间 可以说是 竭尽心律 战战兢兢的 提出各种的可能 为的就是要来实现 团结 合作 跟胜选 这个目标 现行党内的初选 制度 行之多年 它所存在的意义 就是要化解 内部的纷争 因此从过去的 全党员投票 到后来 党员投票 加上干部评鉴 再到后来 党员投票 加上民调 以至于现在的 所谓全民调 当中我们还有 5比5 7比3 比例上的不同 其实这种演变 也就是为了 要解决内部的纷争 要得到社会最大的支持 我们希望能够找出这样的方式 争取最后的胜利 所以制度 当然可以做 调整跟修正 然而 不宜 在初选 已经开跑后 骤然的 做出改变 目前的选务的时程 是事前 多次 共同讨论 集体决定 亏我一人一己之意见 这大家应该是清楚 况且 在相关时程 已经公告之后 参选人也登记之后 作为党主席 我必须坚守 党内民主精神与机制 依照进行中的规则 一方面寻求党最大的团结 一方面寻求社会最大的支持 在这个基础下 我们可以努力的 来寻求各种的弹性 各种的可能 这需要 我全党的同志 跟社会 所有的人 一起来努力 来及时广益 在制度在走了 父子骑女那怎么办呢 有人说 可不可以修得完整一点 可是有人说 你怎么可以中途 来变更这个游戏规则 来怎么解套呢 我先回应刚姚老师所讲的 我们对民进党 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信心 我们跟国民党当然不一样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 优良的传统 但我们这个优良的传统 其实就建立在 我们中职会的多数决 所制定下来的那个旗程 所以明天我不是中职委 我不是中职 明天到底中职会 做的决意什么 那个决是我们制度设计的 里面的一种 不能讲说明天你做的决意 那个就叫做不民主 包括说我现在 我其实 我觉得刚姚老师说 小英总统 为什么今天要开这个记者会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开这个记者会 但是我相信跟今天 有部分媒体的头版头 她说小英主张现在优先 我说实在 这个对小英来讲 第一个 中央导部已经否认 没有这件事情 五人协调小组也没有说这件事情 但是却还是出现头版头 她怎么可能不出来 开这个记者会 而且是 不好意思 三报 而且这四个字 因为一个坚持要初选 一个呢 小英坦白讲 就是说现任优先 这一件事情已经被标签化 认为说是确战嘛 但是我认为我坦白讲 现任优先这一件事情 我应该把它完整的 我应该把它完整的叙述说 一个执政台在县市首长 还有总统 如果认为我们的执政 是有信心的 我们有光荣感的 我们支持我们现任的人 县市首长或总统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基本价值 那我们就一直坚持 如果我们认为这是错的 那用在总统是错的 用在县市首长也是错的嘛 所以怎么可能用在县市首长 就叫做对的 2014叫对 2018叫做对 那这个在总统 连光被拿出来讨论 就认为说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说 小英总统今天出来开 记者会当然有他的原因所在 那明天会怎么演变 那我不知道 那明天如果我是假设 有人提案 认为现在初选看起来 是没有办法回避的 那要进行民调 但是如果民调的方法 跟那个齐晨认为是说 他们两个互比是没有意义的嘛 党内互比 网内互打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不是讲说 要赢得大选吗 那我们当然跟主要的对手去比 最有可能胜算的那个人 才来代表民进党嘛 那如果说有这样的决议的时候 那个也叫做制度啦 好 这个制度会不会产生正面跟负面的影响 确实会 那就是我们中职委 还有我们所有的政治人 我们政治人 来做一个判断嘛 刚刚杨老师有讲 不好意思我回应比较多杨老师的话 他说这个要用科学或者是来说服杨老师 但是他说我们真的不是在处理科学问题啦 我们真的不是在处理科学问题 我们是在处理政治问题 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用硬邦邦的来数字 来说明我们所做的一切到底是符合我们的判断 我刚刚在上节目 我们休息时间 我跟瑞董在讲一件事情 我们历历在目啊 在2016年我们刚执政的时候 说实在我们满怀的信心 把所有我们期待已久 而且我们认为社会给我们正面回应的 所有社会议题都办在台面上 包括年金 包括日理议修 包括性别等等所有议题都摆在台面上 而且我们就往这个目标前进 但确实在2018年的11月24号 我们的期待 我们所做的科学的 我们做的判断 跟人民的反应是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当然我们不是完全的否定我们所做的坚持 但是时间如果可以倒流的话 那我相信多数人会提议说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多一点细腻的思考 多一点更多的对话 甚至我们有一些在方法上 步伐上我们应该可以更有一些调整 那个就是我们对政治效应的一个判断 同样的道理 此时此刻 我说实在 我们好像被打成是叫做保皇党 或者是 包括我觉得真的是 我上那么多的政论节目 讲这个问题我最不好讲 因为我讲这个问题 我当然是支持小英 我从来也不必会 但是我没有去否定任何一个人 包括赖清德院长 昨天我上另外一个节目的时候 主持人问我说 如果不是听名蔡英文 那名将听名另外一个人 我会不会支持 她说我当然支持 我没有其他的考虑 但你会认为这个就是完成团结的目的 但是我后面有一段话 坦白讲我还没有完整的叙述 我一定会支持民进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无论他叫不叫做蔡英文 但是我说实在的 从情感上来看的话 如果提名的不是一个现任在争取 连任总统的时候 我情感上说实在 我有很大的一个挫折 不是说因为我比较支持他 而是我会想到过去那三年多来 我们是如何的并肩作战 我们是如何的告诉台湾人民说 我们走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不到四年的时间 我们透过冷冰冰的数字 然后把这个人拉下来说 不好意思啊 这过去 这样走不对 所以我换一个新的人 当然你可以跟我讲说 这个叫做更好 但是我觉得在情感上 那个过去大家一起努力打拼的 那种共同的情感 共同奋斗的目标 是有所挫折 赵豪赵豪 我这稍微回一下 我真的要很苦口婆心的说 2018 11月24号 已经用科学选票证明 而蔡英文下台 就是要同意这个证明 过去三年并没有完全好 这一点 如果1月11 11月24号过去就忘记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 上一次的县市长选取 2018 有一个有初选的台南当选 没有高雄 高雄也有初选 我知道 我说有初选的当选的 有是台南 高雄没有当选 有一个没有初选的 桃园当选 初选跟当选没有任何关联 当时有现任优先 现任的桃园市长高票当选 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 去对于现在的制度 你去回头检讨未来任何的一种可能性 这个都是对制度的不信任 总觉得可以补一点 人没有办法预见未来 这是今天之所以赖清德登记 小英措手不及的主因嘛 就是因为相信那个制度随便怎么样 我就按制度跑 结果赖清德来登记了 这个不能够因为人的作为 我刚特别强调丧失了对程序的信任 所以最后一点 任何现在呼求2020团结的人 都请务必要了解一点 赖清德今天最重要的这个图 请蔡英文现在宣布 如果赖清德赢了初选 我会全力支持他 就像刚才赵豪讲的一样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对于支持者重要 对于社会的传递的讯息重要 对于每一个社会的人士 对于民进党观感也非常重要 也就是选后的态度 决定了你现在的高度 谁说民调会说 完全看你现在的态度 跟你真正翻牌完的民调 它有直接的关联 对于制度要有信心 就不会有任何 对于制度再讨论的那个问题 好 明天过后 到底会怎么去演变 来 我们听听看 他们分别在今天11点15分 跟下午3点钟所召开记者会 因为总统昨天会面之后呢 有一些陆续的消息出来 那比如说您是不是在会议当中 有提到所谓的现任优先这个部分 那大家应该很想理清 那另外一部分是好像有一个消息 是说左主席昨天在协调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传出出个民调的部分 是不是您就是赖院长要领到您3% 那因为这一个大家非常好奇 说昨天的协调会面的过程内容 大概是谈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些传闻 第一你刚才讲的昨天都没有提到这些 那昨天主要的我是希望就是在座的 都可以体认到说我们现在是执政党 那我也是总统 那这一局牵动的不仅是党 也牵动了我们国家的未来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谨慎以对这一局 那至于就是说这些技术性的问题 我们并没有讨论 总统您好我想要请教 就是您刚有提到说您可以跟任何人合作 那包括赖院长 因为他是您任命担任最久的行政院长 那不晓得您言下之意 是不是您觉得赖赖配 才是一个可以胜选团结的方案 那当然也有人提到说赖赖配 不晓得您怎么样看 我觉得这一局 那我们还是让协调小组 我刚才讲的 我希望党能够有最大的空间跟谈性 让协调小组去协出一个 最合适的一个胜选的组合 大院长我想请回答 因为你最近已经说 是不要说你会敦众 如果太败你这个初选的那些很害 那如果明天的中职会有人提出 让初选协调期政典 你会有更多的这种 如果明天的中职会 不管是中职初选的程序或是延后初选的程序 势必对民进党造成重大的伤害 民进党如果想要重新赢得国人的支持的话 那中职会就扮演的举足轻松的角色 所以这也是我一开始跟大家报告的 希望中职会能够响应社会的期待 维护民进党传统民主的精神 让初选的制度能够稳定的走下去 来明天过后包括中职会 这个被认为是核心当中的风暴 你怎么看 我当然不赞成说这时候再延长 有一种情况下可以 就是有非常好的合理性 就是他们在这个场里头 分别都感觉到说 这个过程 是不是应该有更长的时间 来做 那院长很同意 这种状况底下 那当然中职会去追认这个他们 因为也不是他们两个说了就算了 还是要中职会说 好我们也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在过去的君子之争当中 但今天分别的记者会 有点针锋相对 形成一个辩论会 已经是登场了 来 这究竟是个转机还是危机 来那个年华怎么看 我称他为 这个是民进党党内初选的 正常能量释放 每次初选必发生的 只是说我们在观察地震的时候 会讲说 这个是主政 这个是余政 有时候是先有余政 才有主政 我现在无法判断 现在今天这个情况 到底是主政还是余政 我真的无法判断 那如果是主政 明年的中职会才是主政 对 如果今天是主政 我觉得OK 这个情况尚可控制 尚可控制 如果今天是余政 后面有更大的主政 那就有点可怕 刚刚主持有念了一段 蔡英文讲的话 我认为这段话 如果是蔡英文幕僚提的话 这幕僚马上开除 如果是蔡英文自己提的幕僚 没有劝他的话 这个幕僚也要检讨 他说以慎选为可能 要保持弹性 让各方寻求解决方案 这段话你放在吴敦毅口中 也没减为何感都没有 吴敦毅不是也是说 以慎选为可能吗 他不是也是说 我寻求各种可能的方案吗 这不是为大家一直去嘲笑吗 这样的话怎么可以出现在总统口中 所以我认为蔡英文 或者是整个民进党要认清到 赶快开始初选 认真公平地把它办完 来明天过后 非常关键性的时刻 民进党在明天过后 会呈现什么情形 而中职会在明天重中之重 它真的是核心的风暴吗 还是说风暴 已经慢慢进入尾声 非常谢谢各位 持续锁定明天新党会讲 我们再会